他说什么意思小招 我一把年纪了 你说哄我像哄小孩一样 我说没有吗 就因为这事闹掰了 知道吧 大爷不来我直播间里了 我俩冷战了多少天 我俩冷战了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就冷战了 知道吧 你们给我点点赞哥 姐们因为点个水下二压炸 我看直播间有多少人嫌我 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那虎咧咧的 是不是 老是去讲这些话 我都搞不懂了 大爷不来直播间 我不是照样混的挺好的吗 对不对 大爷不来 我就少挣个摆吧 大爷来我多挣个摆吧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难道大爷不来 我就不直播了 我就是在抖上挣的第一桶金 对不对 我不可能不直播 抖一到了 抖一播多久 我就能整多久 知道吧 我是不可能不直播的 这辈子都不想 经常拧螺丝了 不要再提大爷了 我跟大爷只是一个往事了 知道吗 人家现在有心欢了 人家 人家现在过得很潇洒的 今天去某女俩直播间里刷 刷几个滑子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大爷怎么怎么回事吗 他给人家 他就是一个某女俩唱歌的 他去人人家直播间里 两个人刷了九个滑子 不够分 两个人某女俩给吵起来了 知道吧 大爷就故意就整这些小动作 知道不知道 不要再提大爷 我要是大爷的话 我也不会在我直播间里 知道吧 我长得又这么黑 我长得又不好看 对不对 大爷又这么有礼物 我也想去哪个直播间 就去哪个直播间 咱们我不可能把大爷像 摔到裤腰带 不对 不能这样讲 对不起 乖爸爸 我说不可能把大爷 就给拴起来 对不对 就非要来小招直播间里刷 我又不是那个 对不对 长得又这么丑 是不是 热死我了 哥姐们 咱们点点赞 咱们一人点个十下二压帐 先给小小碰个十万点赞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我不相信我直播间里全部是说大爷的话吗 全部是讲这些种话 是不是 热死我了 怎么这么热呀 不要去说呢 说呢 我不可能不玩抖音 知道吗 我就是因为在抖音上赚的第一次投机 赚了多少钱 赚了大概是去年的话 赚了是几万是有的 知道吧 几万有了 我过年在抖音上面挣的钱 我给家里添了个冰箱 然后买了个洗衣机什么之类的 知道不知道 今年没咋赚 今年没咋赚的 谢谢随心哥 咱们给 咱们给小招哥 请不要送大礼物 随心哥 你怎么送啊 墨镜什么之类的 不要送大礼物 你们要是喜欢招 就给小招 送一颗小新点赞就知道了 就好了哥姐吧 几百万有了 我没有挣几百万 我怎么可能会挣个几百万吗 我要是挣几百万 我还用得着 天天剪着 坑坑坑坑坑的吗 对不对 我要是挣个几百万 我早又租个小别墅 我早又租一个工作室去直播 我还用得着在户外就这样 坑坑坑坑坑坑吗 对不对 没必要 我要是对不对 我这个要 如果说我要是挣个几百万 我首先干什么 我首先买辆车 知道吧 我首先买辆车 我恨不得 我开直播我也不干农活 我啥也不干 我就是打着圈 就开着圈玩飘移 我就让你们看 我小时候就是有钱了 就是有本事了 对不对 我恨不得那个车能背起来 我都能想背起来 我就让你们看 我有钱了 知道吧 我开上好车了 开上四条腿车了 知道吧 问题是没钱 有钱谁会愿意在户外 在这坑坑坑坑坑坑的 吹空调这不凉快吗 对不对 应该在户外又热的 跟什么一样 你要是租个办公室 租个啥的 不要一个千把块吧 对不对 你一个月 现在都挣不了千把块 租个房子 在花这么多钱 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很迟 谢谢七哥 不要给我收大楼 我感谢阿图 谢谢七哥 不要收大楼 你们要是喜欢招招的话 就给小张 收一颗小西 点点赞就可以了 知道吧 哥姐们 我没有驾照 我现在没有驾照 知道吗 哥姐们 感谢立高 对一人收割 小西就可以了 我上面有个心愿 大家只需要小西 我就想证明证明 只不见有多少人喜欢小张 并不是每个人 都攒他胡咧咧的 小黑人 攒他胡 胡巴咧的 是不是 感谢八格达 感谢八格达 谢谢你 谢谢你 不要收大楼 不要收 就给小张收割 小西点赞就可以了 知道吗 不要收大的 我在干什么 我在我在砍这个根 我在砍这个 根根 挖笋 我是在挖笋 知道吗 下面有隐藏的一些笋 喜欢小张哥姐们 扣个一 不喜欢的扣个二 我看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我不相信我折磨焰的 都是讨厌我的吧 如果说小张 折磨焰都是讨厌我的话 那我就 就就也没啥 讨厌就讨厌呗 我能有什么招 对不对 你们再讨厌我 不是还是要来看我吧 对不对 再讨厌还是要来看 那为什么不试着接受我呢 对不对 天天咱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讨厌也要看 不讨厌也要看我 对不对 你还不如试着喜欢我 接受我 对不对 你好我也好 咱们都好 你老是天天看我 还看小张直播 还讨厌我 你说你这不是找刺激吗 对不对 你既然改变不了 咱们就试着接受 对不对 你再讨厌 你还每天像打卡一样 来黑两句 对不对 说啥两句 对不对 那还不如试着接受我 你好我也好 一天的 热死了 你不好我好 你好我就好了呀 对不对 你好我也好 大家都好 我在挖水挖水 热热 怎么不热了 热死好了 今天怎么这么热 这个叫陈鹏你在挖什么线 我在挖你的线 是不是 我在挖你的 你没看到我在挖水吗 什么又关什么线 关什么事了 又开始这样去说了 我挖你什么线了 我说挖你什么东西了 还是怎么着啊 对不对 我男朋友可不少 你怎么知道 我男朋友不少 我跟我男朋友约会的时候 你还在床底下偷看吧 你还 老是这样讲 我男朋友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跟我约会了 你知道 你怎么就这么知道 干脆咱俩过算了 对不对 那干脆咱俩过不就好了 搞不懂 我没有男朋友不要去造谣知道吗 我什么时候说有男朋友了 我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 你就知道我有男朋友了 你怎么就这么知道的 你给 以后不要在我这边讲大爷了 大爷不不来 我这边也知道吧 我跟大爷闹掰了 我都说闹掰了 闹掰了 不要再提他了 他都是过去式了 对不对 巅峰每个人都有过巅峰 我也有过 巅峰过去 咱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干活 知道不知道 大爷不来 咱们也要过 那大爷来 就咱们就薅个百八的 这没毛病了 是不是大爷不来 咱们就少赚个百八 少赚个几百的 对不对 没啥这有啥呀 我多省点 我之前我之前吃肉 对不对 我现在我喝口汤行不行 真行不行 对不对 既然咱们能多挣 咱们吃点好的 少挣的话 咱们就再吃点 对不对 差的 那不这样也也要活吗 也要过吗 对不对 那难不成兜里没钱 兜里没100块钱 就就不活了吗 兜里有有个百八 就觉得太爽就不活了 不活了吧 那大爷不来 咱们就不得傻了 不生存了吧 对不对 就算大爷不来 我直不见 不来怎样怎样的 我都要生活下去 知道吧 我家里人都要靠我养 知道吗 我爷爷 我奶奶 我妈 我爸 我弟 还要靠我养 是不是 挖到笋了 这头发炸毛了 感谢生哥 谢谢生哥 不要给我收大礼物 亲吻也不要收 我现在又不打PK 你们就给洗完 装装化 就可以想着 收一颗小西 就可以知道吧 收一颗小西包招点赞 我是来自河南 今年多大了 今年 今年刚满18 知道不 今年刚满18 你们给我点点 现在都是粉丝 应该也点不了关注 你们喜欢装 不要收大礼物 我就收公平 收一颗小西 咱们交一交朋友 点点赞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点赞是多少 我看一下 咱们点赞是两万 哥姐们 咱们对着公平 因为点个十下 二十下战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小招 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那 说这种话 在那胡咧咧的 是不是 不要嫌弃我长得黑 我奶更黑 知道吧 你们要怪就怪我奶 为什么鸡就这么黑 把我爸收得这么黑 然后我又这么黑 你们要怪就怪我奶 我没有遗传到 我奶的地包天 已经挺好 挺不错的 知道不 你们不要老是要求 这这么高 我觉得我很幸运了 不就是黑一点吗 又不挡吃 又不挡喝的 对 这有啥呀 这这有啥 我没遗传到 我奶的天包地 已经够醒了 地包天啥的 对不对 这又咋了 黑就黑嘛 是不是 黑就黑吧 这是啥 拿错 今天不应该拿这个东西 应该拿个铲子 这个镰刀挖不动 镰刀挖不动 知道吧 什么叫天包地 地包天就这样 就这样 我要是这样的话 你没有说我了 对不对 我觉得挺好 就黑一点 对不对 又没有怎么着 怎么着的 不要老是去说这种话 我笑也不行 不笑也不行 一笑说我笑个灯 你笑个灯 知道吧 你笑个灯 对不起 乖妈爸爸 我也不懂什么灯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夸我 知道吧 灯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在夸我 所以说我就回了一句 我说 是夸我的意思吗 我真的不知道 哥姐们 我不知道 反正刚才有个人 什么灯不灯的 我说我也回他一个灯 谢谢大哥夸我 我也夸你一下 知道吧 我也夸你一下 不要老是去讲 那去讲这的 一天的 一天到晚的 搞不懂 少说小孩午睡了 我是跟你说的小孩吧 这个叫睡月 这个叫爱哥的 你怎么知道我小孩午睡了 我都不知道我小孩午睡了 你就知道 你给我算一挂吧 你再算算 我什么时候发财吧 行不行 好不好 大哥 你今天这么厉害 你就啥也别做 你就在 你就摆个摊 就搬个椅子 就把眼睛装个瞎 知道吧 眼睛就这样 跟着 真是 我说帮你算一挂 天天就这样 这不也挺好的吗 天天也不用动啥的 对不对 你既然这么会算 啥也别做了 就你要是歹劲的话 你就整个梁椅躺在那块 别人来的话 你就算个算个挂 对不对 你瞎扯瞎说两句 就高的话往高了要 五块 对不对 一单五块 一单五块 你至少能这个 五十块钱的 对不对 赶紧去知道吗 赶紧去吧 你不是这么会看 这么会看 你就去吧 啥也别干了 就在就在门口 在自家门口 去专门去给别人去看一下 知道吧 咱们别往低了要 咱们都这么会算了 往低了要不合咱们的身份 知道吧 你最少也要要个 往高了说五块 小孩加大人七块 知道吧 脱家带口都算七块钱 单人的话 单人的话五块 半年卡的话 给他打个九折 对不对 四人算一全家 对不对 这不挺好的吗 你赶紧去吧 知道不 赶紧去 气死我了 老师去讲那些话 讲这些话的 我哪天不播又说我跟这个约会 跟那个约会 我不直播是因为啥 我不直播是只是休息了 就觉得最近状态不好 知道吧 又不又去说什么 老师讲我今天去约会 明天去约这个 今天去约那个 就算你打那个什么保龄球 也没转这么快 对不对 老师说着 说瞎话都不打草稿 你就算你打球 对不对 你一来一回 还才有下个球 那我又不是什么 什么之类的 就觉得往后要转手 就转完这个转那个 一样就怎么这么快 不带停歇的一样 知道吧 老师讲这种话 这个话题就不说了 这个话题就不讲了 就这样拨吧 就这样拨吧 其他话题就不说了 这个镰刀不好用 我是挖笋 知道吧 这个底下有笋 竹子底下有笋 不过不应该用镰刀 应该用那个铁丘 忘带铁丘了 我正好看到 其实我一开始在那个地方直播 我看到正好有一片树林 看看今天的晚餐 那个饭钱能不能省下来 挖个几个足损炒菜吃 知道吧 能省点 省一点 反正 对不对 就在这剥了 但是 这个笋的话 挖不出来 还有人说 小赵 你的口才真好 不是我的口才好 知道吗 是我家以前是做生意的 我家从我小的时候 我家就是卖老鼠药的 啊 官方爸爸 我说虽然说是老鼠药 但是也是有助于什么杀害虫的 知道吧 所以说要 我觉得没有关系 官方爸爸 只是你不要在直播间里卖瞎卖一些东西就行了 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卖老鼠药的 知道吧 然后就比较就叫卖什么之类之类 可能就练成了 也并不是像你们说的 哎 小招口才 哎 怎么这么好 是也不是什么套路 也没有什么团队 是我从小就吆喝的 知道吧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 给你们吆喝两句 这都是没关系的 我就给你们吆喝我小时候什么叫卖的 你们要不信的话 知道吧 想听的话扣个音 想听的话扣个音 我小时候 别人 但是我小的时候 我上街跟我爷爷去叫卖 别人同学都给我起外号 起什么 叫我小老鼠药 其实我不太愿意提这个事情的 要不是为了向你们证明 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的 不相信 我小时候外号 都叫老鼠药 小老鼠药 知道吧 所以说我不太想说这个事 叫卖 我同学一见了我 就说小老鼠药 小老鼠药 一上学就喊我这 我从小就被男同学 就女同学老是欺负我 知道不知道 老是去欺负我 你们哥姐们给小张点点赞 一人点个十下 二十下赞 现在点的是三万 咱们先碰个十万点赞 对 可以对着小张鼻子耳朵 一人点个十下 二十下赞 也可以对着这个铁球 一人点个十下 二十下赞 知道吧 不要点多点多 也挺累的 不要叫小老鼠药 这个记忆 不要叫 知道吧 老是跟别人起初号 是不文明的 你们给我点到十万的话 我跟你们说一段老鼠药吧 知道吧 因为我不太想说 我不想让你们听到 我小时候是怎么叫卖的 就为了多卖两瓶老鼠药 连说带唱的 知道吧 我不想说 我怕 哎呦 提起我伤心的往事 我一说老鼠药 我又回想到男同学老是在上学的时候 老是欺负我 就我当时不是穿那个小学你们都知道吧 小学那个时候那小姑娘不是有点 穿的衣服都是带那个 记绳的那种衣服吧 然后就是后面的男同学说 就得儿给我解开 就说 嗨小老鼠药 所以说我不太愿意去讲这个过往 所以说 哎你们理解一下吧 但是能尽量不说 我就不说了 对于我来说 是个伤心的往事 知道吧 点到十万的话 给你们 给你们喊一段老鼠药吧 小时候怎么叫拜的 我没撒谎没撒谎知道吧 没撒谎 你们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们是对不对 你们又没有接触过这种人 我小的时候 别人都老是给我起绰号的 现在怎么叫拜 现在 现在我家不卖老鼠药了 我不让我爷爷卖了 我说爷爷也别卖了 叫你叫老鼠药 叫我叫小老鼠药了 说咱们家都是大老鼠带小老鼠 我说爷爷别拜了 然后我爷爷就那什么了 就不太想拜了 主要是挣老鼠药 也不是很挣钱 也不是很挣钱 不要在我这边提其他人的名字 我最近被限留了 知道吧 其他人多少人 跟我没什么关系 跟我没啥关系 再说我就把你给拉黑了 给你给杀了 不要叫老鼠药知道吧 不要再叫老鼠药 小的时候 被男同学女同学给欺负 长大了 被你们又黑了 我上辈子 我都觉得我是照什么念了 我是 我上辈子是怎么回事 一天到晚的都这样 这个叫老鼠闷的 你出去知道吗 你出门着拐 你出去 这个名字起得很随便 知道吧 你既然这么喜欢叫 你在家里你想怎么叫 你撕破喉咙 撕破嗓子叫 都没有人管你 但是你在指不见的 你这样去伤害我的话 我就觉得不对 你就蒙着被子在家里 你叫破天 叫破喉咙 都没有人理你 对不对 实在不过瘾 对不对 找个垃圾桶就对着 就说 老是在人家持不见的 去伤害别人 为什么呢 我都搞不懂了 不要叫老鼠闷 这个叫医救了 你再叫老鼠闷 就给一天了 上一边叫麦知道吗 不要在我这边里叫麦 去一边叫麦 知道不 不要在我这边里 在这给他叫麦 哥姐们 点赞到十万的话 给你们喊一段 我小时候是怎么 吆喝叫麦的话 叫麦到心情的话 还唱一段 连唱再说的 但是我不太想说 我不太想叫麦 我怕你们嘲笑我 我怕你们嘲笑我 上一边说 知道吗 这些人 不要在我这边 再去叫麦 什么老鼠 再说那种话 我把那俩只给屏蔽 知道吗 看见一个 我就屏蔽掉一个 不要在我这边去叫麦 这边 为什么老是叫别人去野人 为什么老是去叫别人野人 我又不吃生肉 我又不怎样怎样的 对不对 老是叫别人去野人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们也是一样 对不对 哥哥姐姐们 你们多长的 我也没有少长 你们少长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哥哥哥哥们 我跟你们也没有哪里 也没有什么区别 跟你们长的也是一模一样 我要是跟你们长的不一样的话 你们去说我 说我是什么野人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 也是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对不对 你们说我哪里跟你们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是野人呢 对吧 哥哥们 你们老是这样去说我 我跟你们长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少长的 我也不少长 你们多长的 对不对 上一边说知道吗 去一边 上一边就要卖 不要在我这边里就要卖 知道吧 知道吧 我少长了 我少长什么了 我哪里都没有少长 我跟你们长 怎么不一样了 哥哥们 哥哥姐姐们 我也长了两只耳朵 对不对 我也长了一个鼻子 也长了一个嘴巴 我也没有比你们多长 也没有比你少长 收破烂可以吗 不可以 去一边叫卖 上一边收 知道吧 上一边收 不要在我这边收破烂 我这边 我不是开 收 我不是开 收勾站的 不要在我这边收破烂 知道吗 实在是不过瘾 你就买个喇叭 你你叫破喉咙 都没有人管你 知道吧 你不要在别人 这边那里去叫卖 你觉得很 你觉得是很 觉得是在觉得爱 我在逗人家小姑娘 我是在啊 就是挑戏一下 就调戏一下 就觉得自己很酷 在我眼里 我并不觉得你们很酷 知道吗 我觉得很油腻 知道吧 你拿捏耍帅 也要有一个准 你拿捏不好 都成油腻男了 知道吧 你们不要以为 是还上跟上小学的时候 我姐跟小女孩的 那个什么盼儿 什么小盼儿啊 就这种 说他两句啥呀 就觉得很帅 知道吗 我不觉得你们很帅 我觉得你们很油腻 知道吧 不要在我这边里 去说这种话 还是说这之类的话 点到我 点到十万点赞 我给你们叫卖一段 小的时候是怎么吆喝的 小的时候吆喝 现在没有吆喝了 应该还会一两句吧 会个几句 后面的话 连唱就不会了 唱就不会了 气死了 没有用的 你没有用 你就要这样说话 知道吗 哥姐们 我就算 我又不是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我跟他们 跟他们大哥们刷个娇 他们给我刷个滑子 跟他们说一句好听的 他们就夸我不会的 知道吗 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他们不会夸我 也不会去怎样去怎样的 知道不知道 我这大哥 夸我两句吧 给我刷滑子吧 没用 他们不稀罕你 他们不喜欢你这样 因为你长得丑 你又不开米言 你长得丑 知道吧 他们不会喜欢你 这种的 招招越来越漂亮 谢谢东哥 感谢东哥 粉丝灯牌都溜及了 谢谢你哥 感谢你 你们要喜欢招招话 不要送大礼物 就送一颗小新 一点点赞 我是你小学班主任 你是我小学班主任 我班主任都看我直播吗 你也没少欺负我 我小的时候跟你讲 为什么 我说话 我跟你说 我上小学的时候 小学班主任 我在课堂上说的话 就揪着我头发 直接揪到最后一排 那揪的 我那头发都 都炸毛的 都顺不下来 你可对我不好啊 那个 学习好的 说两句话 你就很油腻的 就说 就说什么 别说话了 我说话 我插声 我说话 你就把我 把我头发 小女生的面 当着直播间 当着直播间习惯性 当着班级 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二话不说 把我揪到最后一排 揪着头发 这一座 我捋下愣是没捋下来 捋了一节课都没捋下来 过 揪着自愣起来 知道吗 我恨你 叫浮云的 你要是我小学班主任的话 我现在我不 不是说恨不恨你 你 你不要在我这边呆 知道吧 不要在我这边呆 那为什么 那个时候是我 我是短头发知道吗 我为什么是短头发 那个时候上五年级是短头发啊 那个时候长的话就卖钱了 卖了百来块钱 涨到这里 然后夏天就很热吗 然后头上又长狮子 我然后我我奶奶说你还是卖了吧 把卖了钱 然后你自己拿着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就给卖了 头发就是很短 然后我上课说话 他就揪着我的头发 就揪着 揪揪到最后一排 垃圾桶旁边 我记得特别清楚 学习好的 那个几个女同学 嗲嗲的 你就觉得很 很那啥 你很喜欢 我插声你就不喜欢 别在我直播间里知道吗 我现在你又不受你管控了 不要在我直播间里 你要是在我直播间 我照样把你给拉黑 知道吧 这个叫张八主任的 出来或者迟到要还了 之前怎么对我的 怎么对我的 我虽然是插声对不对 那什么张活累活都是我干 那插窗户不是我干的吗 那地不是我扫的吗 对不对 不是我们插声给干的吗 你把分工给明确不就行了吗 我们干活 让好学生专心上课 这样也不算做贡献吗 对不对 学习上帮不了什么 对吧 那工作上面 不对 打扫个卫生啥的 你不能不都派给我们插声了吗 对不对 我没有不尊重她 我说是那意思 我说的是那个意思 我没有不尊重她的意思 对吧 我说她小时候摘我头发 我就有点不喜欢 知道不 你不能当着一个小姑娘 当着全班的面 对不对 再说那个小时候 五年级都有 都有点那个什么 男女就是那种小小因素 我就有点喜欢人 那时候是欣赏 不懂什么喜欢 就觉得我在这个男生面前 就觉得丢人了 我就觉得好没面子 我就总结是这样 对不对 你要是把我交到办公室里揪 你别说揪 你揪两桌 你揪到两桌 你揪到最后一排 你甩两圈 你不过瘾 你再揪到头发 再甩个两圈 我都不说你啥的 对不对 你当着全班这么多人的面 你把我头发 直接给揪到 我都站不稳 直接这么一桌 直接揪到最后一排 知道吧 那头发捋了一节课 愣是没捋下来 就一直炸毛 这揪我头发呀 就这样捋 捋了一节课都没整下来 我的伤心痴 这真的是我的伤心痴 气死我了 为什么打你 因为我上课说话了 因为我上课说话了 跟一个同学上课说两句话 我就不敢说 我就捂着嘴巴说的 我是这样说的 就这样 我是这样说的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下课去买辣条吃 我说下课去买辣条吃 就是下课去买辣条吃 他说我嘴冻了 就直接二话不说 走到最后倒数第二排 把我的头发去揪着 揪到倒数第一排 那个垃圾角落跑边 知道吧 那好学生说话就不管 我说话就不行了 你为我好 你为我好 你要是单独 咱俩一对一的话 你把我头发 你别说揪一组 你要是高兴的话 你揪两组 你揪乍毛 我都没关系 对不对 你当着男男女女 对不对 我的对头啥的 你揪成那样 你说我气不气 我能不气吗 跟老师点呗 你上麦 上麦 把当年的事给解决了 对不对 一直是我心头的一颗词 我释怀不了的 我不会释怀的 我跟你说 对不对 你要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 你想咋揪就咋揪 你揪的不过瘾 你再 你再转两圈 360度旋转 揪过两圈 对不对 你不过瘾 你花式揪都没关系 你当着同学这么多面 上课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我的目光 都在我的身上 什么我有点喜欢的 什么我的敌对头 什么之类之类的 对不对 都看着我去宅他说大话 我没有不尊重他 我说他做这事 我说他揪我 下次揪我头发 你当着 对吧 你当着 你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 这毕竟是咱俩的事 咱俩解决 对不对 你你把我揪 你揪头发 揪到最后 到手最后一排 好学生你都不揪 但揪我的 这不是记不记仇的问题 这不是记不记仇的问题 走 这是揪头发 都问题 哥姐们 点赞到十万 点赞到十万 我跟一文 说一道 我小时候是怎么叫拜的 知道吧 我小时候的时候 老不是说老师 不讲什么老师了 就小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办 知道吧 小的时候 我同学不是上课 吃根冰糖吗 就吃个吃个冰糖 啥的 上课吃冰糖 还是同样一个 一个人 不说是老师 不说是老师 他就说什么 上课的时候 然后呢 一个男同学 吃冰糖 就是嚼东西吃吧 然后那个老师 不得不说老师 S LS就看见了 知道吧 就看见了 说你干啥呢 你 他说 那个同学说 我在吃冰糖 他说 你吃冰糖干什么 他说我吗 他说 我最近咳嗽了 然后 然后我奶给我买的冰糖 让我嚼 说致咳嗽 他说 你知道他咋说的吧 他说 你怎么不把你奶的 什么整下来 刷到脖里吃 哎哟 不讲这话了 不讲了不讲 这真的是真实话 我骗你们 我是那啥 我骗你们 我是狗 知道吧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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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姐们给我点点赞吧 喜欢小张 隔姐们 给小张一人 送个小新 点赞 送个小新 点赞 比如说大理 我看有多人喜欢我 并不是每个人 都是讨厌我的 是不是 对 喜欢小张 不要说大理 我就送一颗小新 就可以 就送一颗小新 就可以 知道吧 比如说 点赞到实话 我给你们喊一段 我小的时候是怎么叫败的 怎么败 做生意 败老鼠要的 讲故事 这不是讲故事 都是真事 这都是真事 你们老是不相信 把人家说的 人家再也不敢吃冰糖了 说的人家都有隐隐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人家吃个冰糖 你就说人家下课吃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人家就嚼个冰糖 说你怎么不把你奶的 什么 什么整下来 割下来 什么摔薄里去吃 就这样去讲 就这样说 不讲这话了 不讲这话了 还有小的时候 还有那个 他不是做了一件事 还有什么 没听懂 没听懂就算了 没听懂就 就不就那什么了 哥姐们点点赞 也点个十下 二十下 讲讲我的历史 没有什么好假的呀 没有什么好假的 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这个话题了 小赵卖老鼠药是怎么喊的 就是你首先你要 你肯定要讲一下 你的老鼠药有多厉害啊 对不对 肯定是以这个方面去说 你不可能说 谁买老鼠药 那也没有人买你 你首先把它功效给说出来 再加点小锤 对不对 就能成交 我每次我跟我爷爷 感激去卖老鼠药 都能多卖两扎 都能多卖个两块钱 知道吧 我爷爷他老实 他也不叫卖 就天天就说 谁买老鼠药 那谁买你的老鼠药 我就从小就叫卖 知道吧 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并不是有什么团队啊 就教我这教我哪 直播是现场直播 你就算给他打好草稿 对不对 你现场直播 那怎么可能够呢 对也不行的 知道吧 小的时候那个他做的不是一件事 他小的时候是咋回事吧 小的时候那个 他们的办公室不是在 在二楼吗 我那个我们那个教学楼是在三楼 是在三楼知道吧 然后小不是自习课吗 自习课 学生在那 就是小的时候 咱们都玩过 那个什么 那个抓子 就是那个石子 就在那玩玩玩石子 然后呢 那个老师 不是说老师 不说他 不说是谁哈 不说老师 那个人就在 底下就听到 就是上面他的办公室 就叮叮 几排桌 他大概感应了一下 就是谁 实在就是 在地下那个玩 那个石子 然后他就上去了 上去完之后 就把人家石子 一把给夺回来 吐吐 吐了两口 知道吧 吐了两口 很奇葩的 小时候是都很奇葩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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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讲老王了 都跟你说了 跟老王闹掰了 闹掰了 不要再去讲他了 知道吗 我俩都闹掰了 他就是我生命中 一个过客了 知道吗 是过客了 除非他现在 再回来支持我 我才会原谅他 不然不可能了 不然不可能 分手了 我俩都没在一起 这怎么会来分手 一说 是闹掰了 知道吗 是俩人就不合 就闹掰了 大爷有心患了 是 大爷去 有心患了 他就故意那样 大爷他 不是说大爷这个人 他做的事 我就分析一下 他前两天 去给人家母女俩 刷礼物去了 知道吧 他刷滑子 都刷了好几根了 你要刷你就多刷一根 对不对 两个人他刷个单数 他又刷了个九根 让人家分 人家母女俩 差点没打起来 在这不见 你说说 你要刷六个 你就刷六个 对不对 俩人一个人三个 下不一分 对不对 他非要不行 非要刷九个 那分不均了 他说大爷 那个滑子是给我刷的 母女俩说 那个他女儿说 大爷是给我刷的 就俩人差点没干起来 你说说 你为什么闹呗 为什么闹呗呀 说来话长了 他应该小号看我直播 是为什么 是因为 哎呦 是因为晚上那一回事 知道吗 晚上那一回事 他们不是 我 他十二点 老人家你们也知道 叫少 叫少 他就不怎么睡觉 十二点钟就醒了 知道吧 他就醒了 醒完之后他就给我 抠这个 抠这个 打电话 知道吧 打电话 刚开始不接 不接第二天就说 小赵 不行就要给你开 就要给你打电话 完成 不管你是他企业是上个厕所呀 不管是喉咙卡口谈呀 不行 非要让你听见 非要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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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你知道吧 恨不得卡口谈 都要给你打电话 后面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说大爷 我就话少了 他就说什么 说小赵 我跟你说三句话 你才说了一句话 你什么意思呀 小赵 我说大爷 我没啥意思呀 他说 你是否讨厌我 讨厌我 你小赵 你就直说 就这样 我说没有没有 就哄一哄 就哄一哄 又缓过来了 就开始 就像小孩一样 把他放在床上就哭 抱到怀里边 就说 小赵 你真漂亮 我好喜欢你这种性格 我说谢谢大爷 你这话说不满意了 又开始那什么了 又开始 争那那这的 又开始 说这说那的 反正就是各种原因 把他就闹掰了 闹掰了 大爷破产了 他没破产 他有 他有 他有这个 知道吧 他有这个 只不过咱们能力 不够 就整了这么多 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咱们的目标是两扇墙 现在咱们只是给大爷掏了个小缺口而已 对不对 目标远着呢 大爷不来 我只不见就算了吧 不算了吧 就这么点回事 知道吗 就这样就闹掰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说天天打电话 电话费交了呗 每次有时候打完电话 第二天就不来了 下次让他先扶顶金 再再聊天 主要是也有点这个原因 你噼里啪啦了 一个小姑娘 跟你讲一两小时了 对不对 你好歹你交个定金呢 对不对 那电话费 都老贵了 那不停 第二天什么时候又去母女俩 这不见 你说你气不气 对不对 下次把定金给交了 我心里还踏实一点 是吧 热死了 这怎么这么热 今天 就因为这事闹掰了 我说我不吃你那套了 刷不刷吧 你给 大爷说你好 你是不是牛了 小招啊 你是不是雄起了 你觉得最近这两天 只不见有点人 你是不是飘了 我说我就飘了 那怎么的 我就飘了 闹掰了 好小招 你别后悔 第一码就在朋友圈 晒了这么扎 这么厚的钱 他故意取出来了 知道吧 是因为我俩闹掰了 他又取这么多钱 就在那晒 就搁那晒 所以要刷滑子 知道吧 就因为这么点事 你们老粉去他 去他那个 那个号里面去看看 这么砸厚 那么钱 最少有50W人民币啊 就故意给我看 就因为这闹掰了 他老人家 他一个人又比较孤单 又没有老伴啥的 他一句话给你解析 三个意思 我说小 他说 问我小招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还好吧 他说什么叫还好吧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 你就直说 我说大爷我没有 你说一 大爷说一句话 你至少要给他回三句 知道吗 我天天大便 咕咚咕咚 腿都要喝两大桶 你们不要觉得 我在这边也收个小礼物 收个话 就这么容易 就这么简单 我背后付出什么样的心酸 把它放到 放在床上哄睡了 放在床上都不行 就像小孩一样 你必须搂着 嗯 王王 baby 宝贝 就这样就满意 那人都是人啊 哪有一个小姑娘这么大的 大的经历 我又对不对 我又不是专业的 对不对 这么大的经历 只要抱着什么拍的 什么宝贝 宝贝 什么 老baby 就开心 把它放在床上 就不行 就那种 属于那种 那谁受得了 我也受不了了 天天晚上喝水 都喝 嘴巴都冒冒 看见没 我白天又讲这么多话 晚上又说这么多的 晚上我给你不撒谎 这种瓶子 我晚上要喝五瓶水 要喝五瓶 要不然你扛不住啊 那嘴巴的不喝水 都能磨出泡来了 知道吧 点个火都能擦着了 不要老是去说 我就很容易 我往这一坐 就很容易 什么之类之类的 哪有这么容易啊 你看 跟你们讲了半个小时 我都喝了多少水了 对不对 都喝这么多了 大爷 两个小时 大爷 嗓子没 卡口弹 不行 他说小张 等我一下 我卡口弹 就这 卡口弹 卡出来再吸两口 是吧 再吸 是吧 都要给你打电话的 你是你受得了吗 你受不了 真夸张 我真的是没夸张 我真的是没夸张 你都不信 你都不信 都不相信我 你们都真的是 你们但凡有一个人相信我 我也不至于这样 知道吧 哥姐吧 我也不至于 你们喜欢小张 给小张说个小新叠赞 好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不信我直播业里 全部是狐狸狸的人吗 全部是讲这些话的吗 给 对一人受一颗小新叠 就可以 不要受大雷 我感谢朽启 感谢阿图 我只想看看公平上 有没有人给小张 送那么一颗小新叠 知道吗 哥姐们 不要给我送大雷 我真的 实话 这不想要大雷 我最近 跟你们聊聊天 就给我送一颗小新叠赞 我现在又不打PK 打PK的时候 对不对 想圈一点 这是实话 现在又不打PK的 你们就给小张 送一颗小新叠赞 我就想看看 我的凝聚力有多强 我就算我小张 我没大哥 但是我有粉丝 知道吧 我有粉丝 早晚有一天 我会等来大哥的 知道吧 很多人问小张 你怎么走这个风格 你为什么不往那里坐 天天焦滴滴的说 哎 这时不时的 啊 不是不是时不时的 我是有点 不是官方爸爸 我是脚底下有蚂蚁 我就故意 你知道吧 你也知道 我没有是搞什么噱头啊 就脚底下就是有蚂蚁 有蚂蚁的话 我就你就必须踩两下 有害虫 要不然把我咬的 我都还要买药吃 对不对 官方爸爸 还要买药吃 可能有的时候就甩两下 但是一点恶意都没有 一点恶意都没有 对吧 再说我也 身材也不好 也没有那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我又不是什么漂亮女主播 把眉眼一开 对不对 我也不是那样的 信你个鬼 老王才40多 他都60多了 谁跟你说他才40多啊 他要是才40多 我用到早这样吗 对不对 你说他年龄 你他要是80的话 你如果说80 岁的话 对不对 你再熬两年的话 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30岁之前能当小富婆 他正好卡在60中间啊 那人家又保养的好 又有钱 今天吃鲍鱼 明天吃龙虾的 对不对 这是给你整了什么 90 整了90 那我多大了 我都50岁了呀 我都50了呀 对不对 那50我要这么多钱也没用了 我我50岁 我妈我妈都80了 对不对 人家老人家都80多了 主要挣钱不就是给给老人花的吗 对不对 那我妈都80了 你就算给他住豪宅 他也不开心呀 对不对 那把大爷给给熬熬那啥了 对不对 大爷今年60岁 他也不太要是80 我忍两下也就行了 忍个一两年 对不对 再加点其他的一些线下的那些 啊 两年差不多给整整的啥 但是这好家伙 他才60左右 60左右 知道吗 人家又天天保养的身体 老实爱惜 今天去体检一下 大 三天一体检 八天一小大检的那种的 对不对 那人家说不定到时候被你蹦大 都都那啥 不行不行 我想还算了 他要是40的话 就他只好卡在60左右 哥姐们喜欢小赵跟小赵说个小新点赞 哈哥姐们 你们不要说我是团队里的人 我不是团队 我是因为小老粉都知道 我家以前是拜老鼠药的 知道吗 以前是拜呃老鼠药的 可能口才比较好 我全家就我口才比较好 说句白的话 我全家就我心儿比较多 知道吧 我心儿再不多 我全家都喝西北风的 80岁还能动 他都80了 你再整点什么的 找个西门庆啥的 不就下去了 对不对 不就那啥了 这都不懂 你没看过电视剧吗 对不对 咱们要是找个呢 咱们就要当个事业去做 怎么咱们再找个帮手 我一个人 对不对 一个人想两年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你要是找个帮手 像西门庆这么能干的帮手 再找个什么 磕瓜子人 什么王婆子 很快的 你一个人的话 你再整个 几年都没有 我有老鼠 不要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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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说我会配方 但是我不可能那样呀 我怎么可能那样嘛 对吧 几百年前老本行 我总不可能 像耗子一样 把大爷给 要支大耗子吧 这不行 那是人哪 你怎么能用 别讲这话 别讲这话 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对 洗完小招 还有人说 我是斩的狐狸狸 难道我只不见 都是讨厌小招的哥姐们吧 如果说是讨厌小招的话 哥姐们 那真的是我的不对 知道吧 真的是我的不对 洗完小招哥姐们 不要给小招收大 我就那么一颗小鲜心就可以 收一颗小鲜心就可以 我只需要 别人我直不见你的粉丝 能相信我 今天 流量用完了 流量用完了 你来了 女婿 闺女你来了 你爸不搭理我 我给你爸闹掰了 谢谢独虫 不要说 不要说 搭理我独虫 你就给小招收一颗小鲜心就好了 知道吧 哥哥急吧 就收一颗小鲜就可以了 就收一颗小鲜心 公平上 一个抖壁的一颗小鲜就可以了 我的天哪 多少个 小鲜心才能换一个墨镜 我现在 现在你们就给小招收一颗 天爷 你来了 你来了 现在人怎么这么少 我被限流了 我被限流了 被限流了 没关系才限了人气 半个月左右吧 也不是很时间很长 就慢慢播白 我之前都是从几个人播起来都没关系 现在都有千把人了 这挺开心的了 啊 天爷 我的妈呀 感谢我逼姐 逼姐是老王的女儿 她说她是老王的女儿 嫁到国外了 你爸 我给你爸闹掰了 你不要支持我了 知道吧 再支持我 我也做不成绩 那什么了 也做不成绩 咱俩也没有圆了 也不是一家人 知道吧 要是喜欢招招的话 就给小招收一颗兮兮就可以了 也不要收什么大刘 天哪 天哪 大爷给我收滑子来了 没有 大爷给我收滑子 你们信不信 大爷之前给我收了五根滑子 当时只不厌持一千人 收完五个之后 还掉到八百 要搁以前不限流的情况下 至少能找一千人 知道吧 至少能找一千 现在五个滑子 相当于五个横幅了呀 都不上人的 都不上人的 热热 换个地方拨吧 天哪 大爷去割痔疮 你爸割痔疮去了 我说是怎么最近不理我了 真割假割 我早又让他割了 滴滴光当了 都几个月了 对吧 我都说了 我说咱俩在一起的话 就算咱俩去 母女不得咱俩是孙女俩 对不对 你都不割滴滴光当了夹了腿 别人不知道 以为是你来立架 还我来立架 不听啊 就觉得我嫌弃他 你看早晚都要割 现在滴滴光当的 架不受不了了就割了 我不是害他知道吗 老人家他觉得老了不在乎 滴滴光当就滴滴光当吧 无所谓 我都搞走 你看现在割去了吧 不听我的不听我的 哈哈哈 对不对 我早就让他去整 他不整 他不整 他觉得我是在嫌弃他 我越说他那个人老人家对不对 也降了一辈子了 你越让他割他越不割 你俩在一起了 没有在一起 他说他有疮 我就问他情况 我说你是胖还瘦啊 我说身体有啥之类 没有啥 他说没有 我说是实话 我说是实话 我说你赶紧割吧 这个身体不好 他觉得我在嫌弃他 我在嫌弃他 那现在滴滴光当的 又割了 对不对 啊天哪 不要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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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怎么过刷这么多 不要刷这么多了 不知道你们说我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我老家说话就这样吧 就是比较直接 但是我一说你们都能听懂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给你们用成语 我真的不会成语 知道吗 不会成语的 我我上初中文化 没有上我高中 也没上我大学 反正咱们又不骂人 对不对 有啥咱们就讲啥 确实有那么一档子事 对不对 我们老家话就是滴滴光当的 文明的说咋说呀 我真的不说 光了滴当呢 光了滴当 不行 文明怎么说呀 我真的不会呀 滴滴光当你们也听懂 我说的也顺 你让我这还整个四字成语 我是真的不会呀 哥哥姐们 这是怎么折啊 说 那说什么呢 不懂 天呐 怎么刷这么多啊 我天爷忘 天爷 不要刷这么多啊 不要刷这么多 滴里达拉 滴里达拉 这个比较文明吗 好 那我就说滴里达拉吧 好不好 你们说我说滴里光当比较开玩笑 我就说滴里滴里达拉滴里达拉行不行 我早就让他不说比较老是滴里达拉的 他不停不停 他非要非要 我这样的 我说话就是这样 我说话就是这样知道吧 哥姐们 我没有什么文化 我说话也是很直接的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 知道吧 有什么说什么 你们让我给你这种事 还整个四字成语 我是真的不会呀 知道吧 不要抢着手的哈 哥姐们 我这真的是不会 我的天哪 怎么收这么多呀 怎么收这么多墨镜呀 不要收哈 你们就给小赵哥姐们 公平上一人给小赵 收个星期 又特别开心了 一人收个小星 DNS啊知道吗 哥姐们 我就特别开心 我现在又没打PK 这个对不对 现在说假话的 不是说假话的 你们身不由己 说一些话 太那啥了 我又不像你们 生意人 我也不像你们做生意的 对不对 我有啥就说啥 我就示范我自己 做简单的自己就好了 咱们只不见有多少人 对不对 身不由己的 对不对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 我想收手 就说什么 对不对 我挺自在的 对吧 好热 我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 我今年 18 我今年18 拿着这块布吧 感谢随心哥 我怎么觉得这么丑 这是把饼也乖的 太丑了 说我38的出去 知道吧 说38的上一边说 知道不 上一边叫麦 吆喝 不要在直播间里 去吆喝这酒话 知道吧 你不是有狐冲吗 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 夏天都有一些味 都有一些味 没关系 哥哥姐们 不要担心我哈 因为我是一个人 我也没有男朋友 闻味的话 都是我闻了 别人也闻不到味啥的 没事的 没事的哈 老王去哪里了 老王割窗去了 老王割窗去了 老早让他割 他不割 还觉得我是在 看不起他 我也是坠了 没有 有 我之前乡亲 把人家虚到二里地 把人家都虚到二里地 知道吧 我才知道 我有狐臭的 然后我就在直播间里 跟他们说了 他们就老是在直播间 去嘲笑我 知道吧 去嘲笑我 不要叫狐臭妹 知道吗 上一边叫外 不要在我旨边去叫 知道吧 我去买衣服 人家都不让我试衣服的 都不让我试的 行吗 我砍回去一根做竹筒饭吃 砍回去一根 谁给你整对象狐臭 就会很难受的 你要是喜欢我的话 你戴上口罩 你也会喜欢我的 知道吧 不会因为我有点虎臭 你就不喜欢我 那我还嫌 你身上有味呢 你给 当然这么多人说 我的隐私 这有啥呀 他们又闻不到的 没关系 没关系 有啥就说啥嘛 我想说我就说 知道吧 我想说就说 那万一直播间 有个灰智虎臭的 我就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我不就好了 有病不能隐瞒 一定要去说 知道吗 一定要去说 万一直播间里这么多人 对不对 他会个本领 他再会一个什么其他本领 那直播间里 我不敢往大了说 老板肯定有的 什么大老板 什么做生意的 都在直播间里 什么医生啊 对不对 也有的 万一会治个胡臭 我不就好了 对不对 你找的相亲对象 也不害怕了 别到时候把人家 熏个凉里地 怎么说的呀 跟没 跟媒婆说 给我介绍 把我熏到凉里地 对吧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能生小孩就可以 不对 能扛揍的话 就闻得了味的 对不对 哥姐们 帮我点点赞 一人点个十下 二点赞 一人点个十下 二点赞 对着皮肤 对着公平 一人点个十下 二点赞 是免费的赞赞 我看有多少人喜欢我 我不相信 整个业里 都是讲的一些话的吧 对 不要说大 我一人授颗兮兮就可以了 一人授颗小兮兮就可以了 我最近被限流了 但是 但是还好 但是也还好 知道吗 我播了这一年 虽然说 遇到的风浪也挺多的 但是 好事 但是 好运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运气是挺好的 怎么说呢 也确实前段时间 老是违规 老是违规 知道吧 官方爸爸 他说 最近他说 谢我留 让我慢慢的 养养号 他说 慢慢的播播 他流量就会回来了 但是我都连续 我也没怎么连续播 是不是 我都 播五天 休息两天的 都没连续播 流量现在还没回来 但是没关系 但是没关系 感谢我随心哥 感谢我力哥 不要送大流 你们就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 这颗竹子卡了几个小时 我才刚卡 好吧 我才刚卡 刚卡一小会儿 你的牛呢 不要老是去提我的牛 就好比你只要有个名字 叫张有钱呢 对不对 叫有钱 叫吴吧 姓吴 叫吴有钱 就言外之意 就是写音就我有钱 那万一人家兜里没钱的话 那怎么办 那人家起那个名字也不一样吗 对不对 那我不放牛 我名字中带个牛 不也可以吗 对吧 那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给我孩子起名 一个叫旺财 不对 我爷爷 我也有个字是旺 不能叫旺财 我又 我要是有钱的话 大名叫我有钱 对吧 小名小名叫 好运啥的 对不对 今年赚到盆满过满 今年没赚钱 今年没赚钱 就是 今年过年那段时间赚一点 现在就没赚 只不见这么点 人又不多 怎么会赚钱呢 没有赚 没赚的 谢谢平淡 一人送一颗心 就可以了 不用多送 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 并不是每个人都讲这种话的 感谢为我点赞 天呐点赞9万了 点赞9万了 我的妈爷 赞赞都9万点赞了 马上就10万了呀 马上就10万了 马上就10万了呀 去年赚了几百万 没有没有 去年没有赚几百万 知道吗 去年也没有像你们说的 赚了这么多钱 赚了很多很多的 我看看 我的直播间能不能投抖家 如果说投不了抖家 说明我的账号有问题 主播任务分享对上热门 哦 可以 你们信不信 我要是下播的话 我后台流量 嗯 还不到多少 还不到那个 三万左右吧 你想想 六十多万直播粉才三万 流量 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一点都不放流 一点都不放流 对 我最近人气低了 最近老是被违规 最近老是违规 前段时间 围着围着 就有一天 突然间我开播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天 人气就 就是千把人 就那种 我说怎么那么低啊 然后我就问官方 他说 我前段时间老是被提示的 老是被违规的 就先流了 王大爷不在我直播间里了 他不在我直播间里了 我俩闹掰了 知道吧 我俩闹掰了 人家不来了 不来了 我那天看到 在另外一个直播间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啊 好啊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你们男人 都不那啥的 都花心 都花心的 你说都是女孩子 也不比人家少长什么 也不比人家 女孩子多长什么 女孩子不都一样的吗 你喜欢 你就老老实实的 喜欢一个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老是这个串串 那个串串的 我都真的是搞不懂 对不对 不都是两个耳朵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吗 那不老老实实 就过吗 一辈子 老是这个串两天 那个就串两天 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意义 也不知道 有什么意思 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晓得 真的不知道 怎么就不一样了 不都是两两个儿子 对吧 该有的也都有 对不对 对不对 该有的也都有 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 一个嘴巴 一个鼻子 对不对 你个女孩子 也没有小长 什么 也没有多长 什么 老是这个串串几天 那个串几天 什么 这个叫春雨画风 什么意思 怎么这样讲的 你什么 这个小 那是 那猪 那猪皮 猪皮肥 你摸猪皮 十万到了 十万到了吗 十万到了 对 点点赞 我跟你们叫卖一段老鼠药 我小的时候 是怎么叫卖老鼠药的 我跟你们吆喝一段 吆喝一段 知道吧 对 你们喜欢招招就送一颗星星 不要给招招送大 我不要送了 我这几天不打PK 也不 也不怎样 也不打PK 你不能不要给我送大礼物 就送 喜欢招招 就送一颗星星就可以 对 一人送一颗小星星 没事 现在人气少 现在是人气少 你们再给我一段时间 再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 让我再养养号 我依旧是一条好汉 知道吗 依旧是一条好汉 相信小赵 扣个1 知道 哥姐吧 就相信我有那个潜质的 扣个1 对 看好小赵的扣个1 知道吗 哥姐吧 看好我的扣个1 我就想看有多少人 就相信我 让大爷回来吧 大爷可能要待一段时间 他在住院 他在割窗 他生病了 他在割痔疮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要过一段时间 知道吧 哥哥姐吧 过一段时间 有大爷在才有直播内容 你错了 你错了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有大爷在才有直播内容 是为啥吧 人气高的话才有直播内容 人都是这样的 大爷搁窗 你也不去看看 哎呦 大爷 他都搁窗 让他老是两天吧 你万一我去看他了 对不对 他在万一心里痒痒的 对不对 那咋办 那 不让人家难受吗 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实话 大爷再来人气也不高 你们都不信 大爷来人气也不高的 你怎么没去照顾王大爷 没有没有 来的话人气也不高 为啥不高 我最近被限流 上一段 前几天大爷给我刷了五个滑子 相当于五个横幅 什么见当时还有一千人 过两分之后就剩八百了 七八百了 刷滑子还不上粉 还不还不涨粉 还掉 他来也没用 知道吗 我被限流 不管你怎么折腾 都是没用的 都没用 给你打开限流 我又不是什么 我又不是有后台 我又没有什么 对不对 能播就播 不能播拉倒 人家抖音又不缺你一个主播 你不要老是停播 一停播流量就没有了 我老是停播 最近一段时间 老是停播 得手没 目前还没得手 实话实讲 目前还没得手 做人你应该去看一下王大爷 我不想去看 但人家去 对不对 去看他 他现在都割窗了 对不对 你万一再去看一下他 他再 你看见小招了 他心上人来了 他万一心痒 对不对 那心里突突突的心跳的更快 那窗 你本来两天就可以好 硬生生的在医院 能拖一个礼拜 就不好 人家都说 他就开始问 他说别人都两天都能好 我为什么一个礼拜 人家说你心太急了 你进不下心了啊 知道吧 不是我不想去看他 对不对 我俩什么呀 你们又不知道 我是为他好 知道吧 我是为他好 不要老是向着他去说话 他都搞不懂 哎呦 什么 人家大哥是秦怀大哥 对不对 我你看 不是我撒谎 你们看我皮肤这么多 多粗糙 多粗糙 对不对 那大爷不剩某块猪皮吗 对不对 滑溜猪皮 对不对 我跟大爷说了 我说大爷 你要是想我的话 就买一块猪皮 知道吧 就买一块猪皮 去把它当成是我 大爷又生气了 又生气了 我是为他好 开奔驰的小妹妹 这个叫猫猫狗狗的哥 喵喵 是小姐姐还是谁 我打开给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 是个小姐姐 我哪有开奔驰 我要是能开奔驰的话 我就傻 我就是如果雨有一天 我放你们小时候 能买上车 我就价格最大的头皮那种 我就放大 我把那个车 我飘移你知道吗 我啥也不整 就开个波 我就在车上飘移飘移 时不时的到我进楼 这正快 我就把车窗打开一下 时不时撩下头 再无辱瞎 再开过去 再转几圈 知道吧 有钱呢 你有车啊 我就是耍帅 我就是有那个资本 知道吧 我恨不得要能背起来的话 我就整几个马上我背起来 我就让你们知道 哎呀我少着有车 我有钱 我过得好 对吧 问题是 问题是你没有 强哥来了 强哥老是在我直播间里 你又感觉像得不到一样 给王大爷 不给 不给他 大爷不得 强着你在我直播间里 一会儿进进出出的 你干啥呀你 跟个贼一样 哥姐们 你们给我点关注哈 送个小新点赞 送个小新点赞哈 不用送大流 我不用说大我 就送一颗小新就可以 你们再给小赵一段时间 人气马上就又回到 差不多一万家 是吧 多了不敢说 少了不落 就一万家一万充 对不对 我之前那人气 也是一个中农主播了 对不对 不是最近那啥吗 其实我觉得也是好事 对不对 你老是一帆风顺也不行 我就喜欢这种好坏掺着 别到时候好运动用完 等到我老了还 对不对 那怎么行呢 墙太到底闻过味没有 没有 他都没过来找我 能闻到什么味啊 没有 找个富豪棒着 不要老是想着去棒富豪 知道吗 人家富豪精的跟猴一样 知道吧 不是说精的跟猴一样 我们老家话是精 但你们好听一点 就是聪明 不对 就聪明 人家聪明跟 对不对 人家手下管理这么多人 这个做账 那个 那个交税 那个工厂怎么样 那个房子要怎么盖 那个员工要怎么管 那个项目要怎么做 人家超脑多心了 对不对 那脑袋跟上发条一样 人家聪明跟啥一样 你去找富豪 到时候你想去去人家发财 身上发一笔财 人家你敢这那那这的耗子吃好 得不偿失啊 对不 你又没有那个智商 你又没有人家有钱 不要想着去帮富豪 我从来没想过 我就逃大实实的 到时候找个老实人就可以了 对不对 想打就打两下 不说老实人 就找一个听我的话的 对不对 想打两下就打两下 心情不好 我就直接踹两脚 也是我 我的那啥 我的权利 你找个富豪 人家吃你那套吗 对不对 人家不吃你那套啊 我又要强 老粉都知道我要强 对不对 我这个人就是要强 性格就是这样 大爷听话 大爷 他只是现在不想动脑子了 知道吧 大爷不想动了 动了一辈子了 他不想动脑子了 人家想动的话 玩你跟跟猴 跟小猴一样 对不对 不要老是去想着 去棒富豪 我们俩都不是一个频道上面 怎么棒 你说 你蹦上了啃一口肉 你啃掉下来又能怎样 是吧 喜欢的话 人家稀罕两天 不喜欢的话 去吧走吧 赶紧走吧 对吧 富豪我还嫩点 那可不咋的 那可不咋的 不是说嫩吧 你看要跟谁有缘分 要有缘分的话就还好 谢谢土豆姐 棒我算了 你有你有这个吗 你别到时候 我兜了一个百八 你兜了才个五十啊 咱两口的和西北风算了 棒你有啥用啊 也没用啊 是不是实话呢 对不对 对吧 我兜里有个百八 你兜了一个五十啊 你说我帮你 我不是找刺激吗 我 有啥用啊 你留着 留起来吧 你给 我就想找一个 就只能挣个大几千的 一月小万万把块 做个小生意的 就受我掌控的那种 我也 我也不需要你们去给我 啊 我去找一个棒 棒个富豪 对不对 人家不喜欢了 对不对 不值当 不值当 我真有 你别说那话了 我不信 不信 不信 不相信 不相信 赶紧叫卖一下 叫卖一下 老鼠药 我真的是不想去说 你们老是说我口才这么好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是做生意的 知道吗 我小时候我家是卖老鼠药的 就从小就吆喝 就不怕人 知道吧 但是你们又让我说一段 我不想说 小的时候 别人老是起外号 给我起老鼠药 小老鼠药这样去叫我 我都不喜欢 这个称号 你们想听吗 想听就给你们吆喝一段 那好吧 那好吧 那吆喝吧 让我吆喝的扣个一 哥哥姐吗 让我吆喝的扣个一 谢谢美好哥 感谢美好哥 你们就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 哥哥姐们 就送一颗小星星 多了 不要 就要一颗小星星就可以 知道吧 我最近 我这几天也不打PK啥的 就送一颗星星 对 公平上就给小张 闪一波谢谢 老鼠药马上就开始 扣播 也要给你们吓一道 我小时候是什么吆喝的 叫卖的 对 一人送颗小星星 给我鼓励一下 我真的 我真的是不想吓 来吧 我找个道具 找个道具 开始吧 开始吧 你们说开始就开始 找个道具 这样吧 老鼠 真的假的 老猪家的老鼠药就是好 不说了不说了 我爷爷还能唱起来呢 我爷爷还能唱起来 我不会拉长枪 我爷爷就这样 老鼠圆了 不说了不说了 小的时候就这样叫麦知道吗 也并不是像你们说 我有团队什么之类之类的 小的时候就习惯性的 没听懂 我们老家话你听不懂 意思就是老鼠药要老鼠 大的小的都逮住 大的吃了不会动 小的吃了蹦三蹦 咬你们的跪 咬你们的鞋 咬你们半夜睡不着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然后后面那两句就是 我不是姓猪吗 然后我爷爷说 抖来看抖来翘 买我们老猪家的老鼠药就是好 不说了不说了 没办法对不对 没办法 这为了做生意 为了多卖两个老鼠药 你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不要老是叫我老鼠药了知道吧 不要老是去叫了 都不容易的 谢谢厉哥 你干啥还这么说 礼物 祖传的 感谢独虫 我的天哪怎么还有人给我刷礼物啊 不要送啊 就给小赵送一颗星星就可以了 就给小赵送一颗小星星点赞就可以了 我看你有守护有守护的话不要给我送啊 叫独虫 你有守护就不要给我送了 别到时候你小赵生气了 就给小赵送那么一颗小星就可以 多了不说少了不落 知道吧 对只要一颗小星一包招点点赞啥的 我就特别开心了 我是来自河南 今年多大了 今年18 今年刚满18岁 连猪小配PK我不连好友了 最近就我人气最低 不连他们了 不连不连 等我人气好的话再连他们吧 我喜欢我人气好的话连去连人气低的 我不喜欢我人气低去连人家高的 我不喜欢那样 你说你照往这一坐我要是打扮好看一点 对不对咱们也不差 是不是 擦个小粉描个霉的啥的对不对 那也能看得过去 但是我性格不是那样 不是往那一坐就守着大哥 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我受不了那样我喜欢人多一点 时间过得也快对不对 我之前也守过呀 之前也不懂的时候 一守就一拨就拨一晚上 进来就俩杀人 我也没意思时间过得也慢 人家都要眼睛咋要小心心呢 送个心心就好了 主要是我现在也不打PK 也不打PK 知道吧 也不打PK啥的 放牛一个月也挣9万块钱 你给我的几万块钱吧 啊 我哪有钱呢 我没有钱呢 但不可能像你们说多了也 我现在不挣钱呢 我现在一点都不挣钱 你们不要觉得人多就挣钱 人多对于颜值主播来说 一千人吃的五宝六宝的 知道吧颜值主播就是那种女孩子 就往这一坐穿几身好衣服呀 对不对 把自己给包装一下 往这一坐 不这样 啊 有虫 就往这一坐 对不对 对不对 那颜值主播的话 一千来人吃的五宝六宝的 大哥都好几个 大哥又觉得有排面 对不对 我熟的主播又这么有气质 又这么好看 美颜易开的 对吧 那我是啥呀 那我说话 又不是又不美颜 又没有什么美颜 对不对 说话又这么大老粗 高兴的话 到机型卡口摊 你说不定你还能 还能验进去我 对不对 感谢独宠哥 感谢你 对给小赵送一颗鲤就可以了 哥哥姐吧 给小赵送一颗小鲤就可以了 知道吧 你知道也会呀 你知道不是不会十二 是吧 你想想我流量应该不超过五万 不得三万左右吧 三万都没有 说不定两万几 两万八今天流量 你想一想 两万八播了一个多小时 两万八流量 只不定还有一千人 一个假粉都没有 这还挺不错的了 官方对我也挺好的 人少好多了 是我最近被限流了 最近限流了 没关系没关系 找小猪猪打PK 不找他打 他死不见人都比我多 找人家打干啥呀 不找 我就老老实实的养养号吧 先养养号 看能不能养回来 老老实实的 连播个几天 烧烤 还让我烧烤太热了 我就不想折 我就不想折烧烤 我是机器粉来着 你这样这样说 是不是 这个叫拉拉对的 四批的四批 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机器粉来着 好 我就让你看看我直播间 里有多少真人 真人的哥姐们 能不能帮小招抠个一 就浪费你们一动一下 发财一小时 只不见你能不能跟小招刷一波瓶 抠个一 你现在说我指别人都是假粉 真的 我不骗你们 都是全部是这么 来咱们给他们去看一下 看看指不见了一千人 这个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有多快啊 那个四批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你还在吗四批 对吧 对吧 你看一下 你好好的看一下 这滚平速度跟 跟大几千人 有区别吗 一天天的 谢谢 谢谢 哥姐们 帮我众筹一下小星星 哥姐们 我上面有心愿单 只要一颗小星星就可以 只要一颗小星星 知道吧 哥姐吧 也不要给我收大流 帮我做下那个任务 做下任务 哥姐们 一人送一颗就行了 送过去就不用送了 嗯 其实用处也没多大 但是 稍微有一点点关系吧 对吧 对一人送一颗就可以的 小星星点点赞 送一颗星星就可以 村长是不是在后头 你上一边说知道吗 上一边说 不要在我这边老是讲老头 什么之类的 老头怎么会在我直播间里的 人家在人家村长夫人怀里的 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对吧 不要去讲这些话 知道不 还抽烟哪有啊 图客户的 我要下播了 我要小号播一会儿了 别到时候我小号播个几天 小号流量都比大号多 那我就不播大号了 我播会儿小号 有缘的话你们就刷到我了 没缘的话就说明我 我还没起来 官方还没给我推我 哥姐们 给我送个小星星点点赞吧 我下播了下播了哈 哥姐们 下播了 指别能不能再上一千人啊 我下个播 帮我凑个折 谢谢独丑 感谢你 感谢独丑 我下播了 小号是什么 小号 也叫小招吧 好像是 但是我人气 流量起来的话 你们就看到我了 流量起不来的话 就说明还是还是几个人 没播起来 有缘咱们自会见 知道吧 谢谢 谢谢 谢谢绑上所有哥哥姐们 谢谢看我直播所有哥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下了下了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